手游酷玩 这个核心在于是互相掠夺资源 以掠夺的速度肯定会比你自己生产的速度快很多 这里我们看看这帮人的防御阵地 这家伙好像不太富有 比较穷 才8000个能量 不过也要把他们全部掠夺掉 咱们现在使用的是选坦克猫的阵容 整体上输出比较弱 但是防御力超强 你要知道除了坦克猫以外 咱们15级能用到的这个其他猫 这个防御力是太低 被打一下就挂掉了 所以说坦克猫的攻击力不足 但是我们给他配上坦克猫 坦克猫使用的技能 这个战斗怒吼 会增加以他为中心的范围内的人的攻击 所以说整体还是攻防兼备 咱们再来看下一家 这一家也是8000多 不过也可以 主要是他这个阵地好打 开头拿轰炸机炸掉他的防御炮台 这边咱们派出小猫 可以看到他们三个炮台 攻击我们一个几个猫 还打掉这么点血 所以说我们很快就可以把他们全部打掉 而且坦克猫的话 会第一时间去寻找炮台 后边的话 他们已经没有什么了 只剩最后一个炮台 现在利用二倍加速快速拆架 喜欢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请订阅手游控管 这边的话看看有什么效果 再来一家 这个明显能量不够 还需要更多能量 就4000多 马上切换 4000还是不行 继续换 2000多 这更不能打了 这都是一个没钱的主 这个行 这个2万多 不过他这个阵地 排队跟我们有一丝相像 不过也是不太一样 他主要把资源都摆在了后方 这个不太好打 他的这些炮台的等级是比较高啊 他这一炮打掉我们这么点血 好 上技能 不过这个坦克猫虽然攻击弱 但是数量多啊 咱们靠数量来取上 而我发现 这个游戏的炮台 一般情况下的血量是比较少的 这个位置 他竟然分散了这个战斗力啊 又没有集中攻击 现在他已经没有了炮台 这个鸟窝没什么用 也打不掉多少血量 迅速筛架啊 略得全部的资源 这游戏依旧是四星平价 中等天上还是比较推荐一玩儿的 下一期我们就可以把坦克猫升级到更高等级了 好像是新等级会穿上红色战袍 也是比较期待 那么本期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收藏库玩 我们下期见